在1995年发动 东京地铁砂灵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教主 当时震惊全球经历这么多年之后 在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审判之后 在今天在日本以绞刑伏法 但日本政府仍然严正以待 为什么呢 担心他们的教徒会进行报复行动 震惊全球 1995年东京地铁砂灵毒气恐攻首脑 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招逛 6号在东京执行死刑 享年63岁 不仅冷血策划二战以来 日本最严重恐攻 麻原还犯下13起凶残罪行 共夺走29条人命 再加上当年部分涉案人逃亡 使得审判残送了23年 不少家属难以接受 让遇害者父母含冤离世 近年有六名高级干部 在同一天扶法 日本罕见大规模执行死刑 除了因为最后一名被告 在今年一月终于刑期订宴 官方依法在六个月内执行死刑之外 根据日本司法记者议测 随着中京奥运逼近 再加上日本天皇名人将在明年退位 日本法务省似乎有意加速 终结此案 麻原彰晓晃在1984年成立了奥姆真理教 自称是埃及法老和明太祖的转世 同时不但上节目宣教 当时成了媒体宠儿 麻原以救世主自居 巅峰时期信徒达三四万人 但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借由杀害天皇和人民 来发动政变 搭造新日本 十年以上前 奥姆真理教瓦解后 出现阿勒夫 光之伦等组织 教徒仍有约两千人 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 对此日本当局表示 已经加强监控 做好万全应对 就怕恐怖主义蔓延 再次酿传悲剧 三个新闻康宁 找不到 好 他今天是施以绞刑伏法 日本是用绞刑啊 对 这个战后大概都是用绞刑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 那一些首相或者是一些将军 全部都是脚型 他们的脚型是 他也要上手铐 没有 就套头 套头 对 绑起来 据说最特别的是 还有五个按钮 然后行务官呢 每个人都按按钮 但你其实你不知道 是哪一个按钮 启动那个脚型设施 它下面有个活门嘛 啪 就下坠 快速下坠之后 人很快的就断气了 它是为了让执行的行务关系 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 所以每个人都按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按钮 启动了那个开关 人道考量啦 不过最主要因为 东京的这个行务所 它没办法一次处理七个 所以它是把它分散 但这个新闻出来 其实前天我大概就有点感觉 为什么 这是我过去服务的 日本经济新闻 两整版 突然间整理了一个 三十年来的民调 看安倍最近的民调 好像要下坠了 那我觉得我们看报纸 有时候会觉得说 跨版 两整版 这么大的一个民调的起起伏伏 三十年来 有事 就果不其然了 今天就突然间签署了 中外接人 都是用死刑救民调 人性都一样的 所以看报纸有时候会觉得说 哇 编得很好 所以当它这么大版面 发现安倍的民调下降的时候 就有可能要执行死刑 一方面当然是天皇要卸任 所以把它任内的 反正这一些 一共判了192个徒刑 一共这个 因为他被29条人命 192个到今年年初才判完 所以今天看到的晚报 当然写的大概比较有限 我给各位看 1995年当时的报导 你看 这是当时在东京地铁 沙林毒气事件 引起了大恐慌 对 对 13个当场死掉 而且他 后来陆陆续域总共死了29个 不是 29个是加上 1994年有8个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实验这个毒气 在实验过程当中 那1995年 他就付诸实施 他实施的时候是上班时间 国会旁边的三条地铁线 然后五组人马出动 就是说让你捷运在通车到这个匣关 就是日本外务省 到国会 那个金三角的最多人潮的地方 整个方 就是完全就散化 一散化你看 第一时间大家一头五水 就乱成一团 几千人 五六千人 一千三百多人受伤 十三个死掉 那当然就马上就开始展开追气 因为前一年就已经 有过八个人死掉嘛 六百多个人受伤 那时候就已经强烈怀疑 还好赶快去抓 因为到了他的总部 要求 里面有直升机 还有原料这么多 他要走 他是 不是不是不是逃亡 他准备到空中 撒农药一样 就是地铁那个只是密闭空间 六千三百多个 如果说他进行的是 从俄罗斯进口的那个直升机 进行空中 撒农药式的这个 把沙林毒气撒 那整个东京都搞不好死掉一半 那真的是 是啊 日本的浩劫 在抓的时候 这个日本人用的最原始的方式 拿鸽子 因为鸽子嗅到那个毒气就会死掉 所以是用鸽子去找到的 对 你看他们带着这个面罩 VS的这个毒气 所以鸽子只要说有异状 他们就知道说这边开始很紧张了 那凭着这个嗅解 其实他们也因此而抓到了马园 马园很喜欢吃香瓜 反规 所以他躲在密室里面 其实抓不到 后来他们想这个老巢 他没有地方好躲 一定是躲在这里 有一个人说 他最喜欢吃香瓜 就闻香瓜的味道在哪里 就真的就闻到了香瓜味道 他就破门了路 抓到了 不过台湾也有奥姆真理教的信徒 台湾是这样 因为奥姆真理教 它是透过这个电脑的周边产品 来进行它的这个资金的筹措 那这资金筹措呢 当时日本的媒体他们追踪到 好像他这个 以1999年 这个是当时我带着金周刊 日本的来的Flyder的杂志的 这个一组人马去采访 他当时1999年人已经抓进去了 他的公司还在运作叫大繁荣 设在复兴南路 你说什么公司设在复兴南路 奥姆真理教 奥姆真理教 设在台北市的复兴南路 复兴南路跟瑞安街口 那是他们的基地是不是 就信义书局隔壁的楼上 各位还可以去看 信义书局隔壁 信义书局现在还有啊 有有有 科技大楼那一站 那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说 还找到一个信徒 然后他说他就是在里面 然后给他听一个 反正一个音乐 凡音 然后你就会着迷了 那他把这一些周边的东西 就是空运到这个日本去 去给他的信徒 信徒最多的时候是一万五千多个 那所以他的盈利 1999年人已经被抓进去 他还有15亿获利 每一年 就公司的结语 然后个人呢 他个人的所得 抓到牢里面的所得 他们帮他算过说 70到85亿日币 就靠着台湾生产的周边零件 供应给奥姆真理教的小孩 这小孩后来又成立叫做阿雷夫 还有一个光之伦 几个细胞分裂 到现在还在 大概一两千个信徒 他并没有 奥姆真理教已经不在 但是他下面的 但是他的信徒 还是有一两千个实挡 所以现在立委政府 其实有点紧张 担心他们会有一些恐怖暴出行动 紧张就是怕他们去抢那个尸体 因为他们认为说 麻岩彰晃这个人 他是一个 在他们心中是神 对 他真的可以腾空 因为我1984年去的时候 他可以腾空 他就印着书签 然后所有的书店都放着 那我到书店一看 又有海报 他就是坐着 但他那会不会是 像宋七里一样有 他大概有一股力道 他有到印度去修行 所以他说他在喜马拉雅山 见到了反正什么什么 释迦牟尼的开市 然后回到日本就开始传 那传教为什么他 后来决定说 做激进方式 他在1990年 带了24个人 一共25个人参入选举 全军覆没 覆没以后他就说 这条路不走 干脆就采取激进方式 恐怖激进路线 用沙灵毒气 麻岩彰晃来过台湾一次 1993年 1月5号到17号 所以是来台湾 传教还是 来13天 没有 书品 书品 采购电脑的 还带了两个日本政要 然后跟这些电脑桌边商 还有台日的一些高干 所以后来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 台湾得到警告说 这个人信心教会的危险分子 所以就拒绝他进来了 但是他在台湾的大繁荣公司 一直运作 运作到大概公元2000年 几阶段年来关心的是 台湾竟然又传出凶杀案 而这一次被害者 是一个杀猪的屠夫 没有想到 他的死状极为凄惨 被割喉放血 就好像 他自己就好像 他在杀猪一样的 自己被杀 死者前妻跟女儿赶回命案现场 55岁蔡姓男子遭人杀害 死状凄惨 亲友们担心看到遗体 会承受不住 女儿认识上心痛哭 死者离婚后 跟弟妹同住在云林北港 平时杀猪跟打杂工过活 5号一早妹妹外出回来 同住的弟弟就满脸惊恐的说 由于门窗未遭破坏 弟弟身上又有血迹 家里杀猪刀具 其中三把被清洗过 警方围着他盘问 最后带回警局 没关系 死者弟弟跟家人说 一早听到争吵声 但没有出去查看 后来才发现 再次男子趴在厨房 头 颈 背 被砍20多刀 头部几乎被砍断 喉咙还被以杀猪放血 手法刺穿 残忍杀害 死者跟弟妹感情不错 只是平时喝酒后会对人大小声 让同住的弟妹受不了 案发前一天 弟弟才被哥哥要求罚战 外传死者弟弟曾当过厨师 多年前前被骗光精神不稳返乡居住 几乎都是死者在照顾他 但警方不排除弟弟设案可能 以关系人身份带回侦办当中 台湾又再度发生惊悚的凶杀命案 所以我们为你SNG连线 高大成法医 法医你好 法医这个案子因为门窗没有被破坏 所以很多人说甚至警方也认为 应该是熟人所为 没有错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被砍的人 因为听说他是用两支不同的刀 去砍这个人砍了二十几刀 我认为应该不是两个人 因为一般有两支刀都是两个人 没错 但是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杀他的人可能先砍头 因为头很硬 所以他砍下去以后 可能那个刀柄掉了 他只好再去找另外一次来砍 所以会变成两支刀去砍 我们检查这个死者的身上 他被砍的如果是处处见骨 但是骨头都没有断 只有轻轻砍到 就收起来了 知道身体的伤痕有转 就是说一支刀子吐了 他不是只有扭起来 他有转 他有转到扭起来 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在常拿刀子的人 因为我听说他听他们说 他的弟弟是凶手 而且他弟弟是一个厨师 那除了是因为他常常在拿刀的关系 所以他在砍人的时候 跟他在做厨医的时候一样 他砍到骨头 他知道再下去 他可能会 这个刀子会反弹 会割到他的扶口 所以他会灼烂 然后第二点 他吐下去 他扭不起来 所以他会赚 所以如果在检查 这个人的身上的伤口 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 那应该知道 拿这个刀的人 对这个刀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他洗了胸刀 但是洗了胸刀没有关系 我们那个刀柄打开来 还是可以找到血迹 只是说 他那个刀上的指纹 可能会被他洗掉了 再来就是说 这个杀人者 比如说假设是他的弟弟的话 他一定会去洗那个血脂 因为他会踩到血迹 所以他一定会去洗血脂 再来就是说 他的衣物 衣物有沾到少量的血迹 那可能是因为他在处理 他被喷溅的血迹的时候 跟那些衣服的时候 这要烧掉的时候 要丢掉的时候 可能稍微去 刚好去沾到 这三点都足以让他 让我们认为 他自己在制造一个 此地无影三百两 他当时在台中念书的时候 也中间插出去 有跟不同的妹妹谈恋爱 他跟肖慧文 分分合合了四次 肖慧文就告诉他 每次我跟你分手 我就会报受个十公斤 如果你这次在跟我分手 我不能活了 张宇就说好 就是说他做的 但是他都要把它扶掉 不然你不需要洗现场嘛 你也不需要洗蟋子 你洗蟋子 你蟋子六条也没办法 你也说我刚才去那里看到 还看现场血迹的喷溅 如果是单一个人的话 他喷溅大概都只有两三个阴影 不会好几个阴影 好几个阴影可能就会超过两个人 这个喷溅血迹后面不是会有一个阴影产生出来的吗 我们以前在宏甲 有一个安清班老师也是发生这种命案 就是也是很特殊的 就是也是一个专门 他专门在杀猪的 可是他的一个表弟 刚好住在跟那个死者的同一栋房子 因为这个死者有一个不是缺点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晚上洗澡完以后就是不穿衣服 刚好就被这几个人 他们都知道 有一天他表哥去找他这个表弟的时候 他表弟就跟他说 我们旁边有一个女孩子喜欢找就不穿衣服的 你要不要去偷看一下 他就在半夜四点他就跑去偷看 结果偷看说动不掉了 穿人搬去 要搬去的时候人家会挣扎 他只要用一条舌子 一条绳子 把这个手 两只手跟两个腿 一条绳子全部绑起来 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子开始叫 他就用那个宽调胶布 整个人把他包起来 结果到最后他要强奸她的时候 把左脚的那个绳子 绑的那个绳子他把它拆掉 因为后来我们有看到绑人 可是他没有绑绳子 所以我们知道他生前是有绑绳子的 他把它拆掉就为了要强奸她 所以他强奸完不知道有没有完 就是说在强奸的过程当中 可能这小姐已经自喜死亡了 所以我们就 有人就去找 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发现说 他没有来上课 隔天才还没上课 所以中午他们就去看了 看了之后就发生这个女孩子死掉了 就报警 报警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一看 真的可能是被强奸 因为我们有踩到 这个死者的阴道里面有经历 那我们就开始问那附近 你们有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他死亡时间是4点 因为我量刚温 他刚好已经超过了12度 所以他死亡时间在12个小时之前 所以我们知道他可能在半夜 4点钟左右 他就去问那附近 那个同一栋楼层的那个住户 结果他们都假装不 不是啊 都说不知道 但是就找到有一个家伙 他的电脑是3点开机 所以这女孩子4点死亡 我们就跟他说 你一定知道 你有听到声音嘛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咧 他说永远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那个检察官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可疑啊 就给他踩DNA 跟那个死者阴道里面 一做比对 不是啊 那我们就很失望啦 只好拜托 那个警察 还有警察机关说 如果在这半年内 有人在发生性侵案的话 就每一个都抓来做DNA比对 运气好 差一点就抓不到 他刚好半年被我们抓到了 其实他就半年已经做了10次 都没有被抓到 就是最后是因为他性侵一个恐龙妹 那个恐龙比他又壮又大 就把他抓起来做了一顿 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本来那个警察局也不想给他做DNA 因为这是一种被伤害嘛 他不是性侵你知道吗 结果警察也说 啊 算了啦 他说啊不过要想想不对呢 你是要性侵人家进去的啊 所以你要做一下比较好 一做一比对冰棚是他 结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专门在屠宰场做杀猪的 那个屠宰场在杀猪那个人 所以他很会绑那个绳子 而且最可笑的 就是这个人既然 他是那个住在那个里面住屋的 一个人的表哥 我们再把那个DNA拿起来一比对 哇 真的啦 当初就知道应该是他表哥 因为我们检查 那时候DNA做得不好 只做了比对 只比对了12个 12支染色体 结果竟然有6支是相同的 我们应该早就要想到 是这个人的亲戚 可是这时候我们没想到 所以经过半年那样 才抓到这个凶手 不过还好案子也是破了 所以这个就是杀人 一定有他的说法 就是说 他盖是 他是厨师在抬 他只要说 鱼鱼鱼鱼断起来 你的手会双到 你的鱼鱼会断起 或是说他镀下去 他要扭起来 他一定会洗一下 因为他如果洗下去之后 这个鱼鱼才会好办出来 所以如果有检查到这一些 我认为监视剧又没有人进出的话 我认定这个人应该是凶手 没有错 好 谢谢高大臣法医 我们希望 谢谢 这一起屠夫凶杀案 能够尽速侦破安定民心 好 紧接着 娱乐焦点非常有意思 带你来关心的是 许多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的民众 一定都有听过 用心良苦 月亮惹得祸这几首歌 这些快事人口的歌 都是张宇唱的 张宇竟然自己说 他说累了 我力不从心 我要无限期停工 让好多粉丝很关心 到底张宇发生了什么事呢 舞台上开心献唱 艺人张宇出道25年 唱红用心良苦 月亮惹得祸等招牌歌曲 不过30号凌晨 他却在微博上喊出 累了将无限期停工 吓坏不少粉丝 今年51岁的张宇 曾在台湾担任过 选秀节目的评审 更有多首招牌歌曲 不少人都会唱上几句 而近年来他演艺众心 转往中国大陆 担任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审 不过30号凌晨 张宇结束录影后 在微博上有感而发地宣布 累了力不从心了 要开始入行以来 第一次的无限期停工 歌迷朋友看到讯息 纷纷前来留言 有人说累了就休息一下再出发 也有人很舍不得 另外也有不少的歌迷朋友 关心起张宇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不过目前为止 无法得知张宇确切地停工原因 但消息一出 引起不少粉丝关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 甚至我朋友跟我开玩笑说 当然累了 张宇赚这么多钱 每天老婆只给她 200块人民币的零用钱 好累 好累了 对啊 而且200块人民币 她还用不完 她是所有的所得 都是交给老婆的 对 然后每天再领零用钱 一天只领200块人民币的零用钱 但是媒体记者预估 张宇跟她的太太十一郎 他们现在身价应该破亿 我个人估计应该超过两三亿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张宇是2007年的时候 台湾的歌唱比赛 她担任那个评审 那个歌唱比赛 各位培养出了 肖敬腾 杨宗伟 林佑佳 这一堆一堆的人 那你想想看 她是那时候的评审 2007年她就去大陆了 到今年2018年 她在大陆11年 她其实已经11年都没有停工过 你可以想象她的身价有多少 那这一次因为她说她觉得力不从心 她累了 但她也不讲理由 不讲原因 我知道你们会问说 她真的会退出演艺圈 不会 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在最近有好多 本来在大陆发展的一些 比较资深的 终身代的歌手也好 音乐制作人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纷纷回来了 也有可能在台湾开节目 也有可能 但她说停工 但是她没有说退出演艺圈 她在说这件事情之前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吗 不一样 所谓停工的意思是说 无限期停工 无限期停工的意思是 可长可短 好 我们来听一段 其实这节歌的歌 这歌词都是张宇老婆做的 观众朋友 月亮惹的祸是张宇的太太 十一郎做的 那她为什么做这个词 你知道吗 他们夫妻吵架 就这么简单 吵架之后 都是月亮惹的祸 因为月亮太美 你太温柔 其实很多的歌词 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跟互动 那我就要讲一下 十一郎这个人 他太特别了 画面上就是张宇跟他老婆 对 张宇跟他的太太十一郎 他的本名叫萧惠文 他们在十二岁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认识了 可是他们一开始是相互 就看得很讨厌 因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 尤其十一郎 在小学的时候吗 对 他说那个时候的张宇 学不准他 不准 小学不是中间画一条线吗 超过要付钱 对 炒翻了 张宇后来有讲说 他们在十二岁那年认识 但是他们一直到五年之后的 十七岁的时候 是去吃面的时候 在面摊前重逢 然后张宇说 天啊 这个人是我小时候认识的 那个萧惠文吗 他女大十八变 不一样了 后来就疯狂地追求萧惠文 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之后 因为张宇的音乐造诣很好 常常会弹琴 给这个萧惠文听 可是他们念大学的时候 张宇念的是台中的大学 那萧惠文念的是台北的大学 是不是就相隔两地了 张宇后来也承认说 他当时在台中念书的时候 也中间差出去 有跟不同的妹妹谈恋爱 因为这样 他跟萧惠文 分分合合了四次 每一次都是分手 然后张宇就求复合 分手又去求复合 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萧惠文就告诉他了 张宇 我现在跟你讲 每次我跟你分手 我就会报受个十公斤 如果你这次在跟我分手 我不能活了 张宇就说 好 我不会再跟你分手了 所以后来 他分手四次之后 复合 他们就 后来就结婚了 那结婚之后 各位会说 他们真的很幸福 对 为什么 张宇 所有的歌 刚刚听的月亮惹的货 他们夫妻很特别 都是 十一郎写的词 张宇做的曲 各位会问说 他明明叫萧惠文 为什么要 曲名叫十一郎 因为他们夫妻俩都很爱 古龙小说里面的 萧十一郎 这个角色 非常爱 尤其是当年 迪龙演了萧十一郎 所以张宇就帮他的太太 萧惠文取名了 十一郎 那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很有意思 来 用心良苦 我们也来替一段 我宁愿看着你 谁得如此扯寂 生活的心事 决烈把母亲 你说你想要逃 天天注地要落脚 晴月亮 爱惜了 剩下空心 要不要 剩余走 花又无楼 用心良苦 却真痛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生的窗 国民歌了吧 来现场有没有人不会唱的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每个人都会唱 但是据说当初他填这个词的时候 对对对 张宇觉得好难念 因为十一郎非常坚持 他的歌词一个字都不能改 那你刚刚听这歌词里面有 你说你想要逃 天天注定要落脚 你看我们都会背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张宇拿到这歌词的时候 跟他老婆翻脸 他说这怎么唱 天天注定要落脚 落脚他就是没办法唱 他就说你改一下 你改一下 十一郎说 我绝对不改 你要嘛你就唱 不唱拉倒 她老婆还有个性 很有个性 人家做词的人都是这样 我一个字都不能改 张宇就说不能改是不是 不能改是不是 好 我去唱 她认输 她就进录音室 就唱了这个版本 就很棒 一定不能改 因为她的词非常棒 所以这对夫妻 其实透过张宇的歌声 透过十一郎的词 两个人造就了几亿的身价 所以我不太相信 他们会从此消失于歌坛 他们应该有其他的一个 重新要复出的作品 那讲到这个无限期停工 不然你记不得还有一个人 王妃 王妃也曾经无限期停工过 2005年 王妃当时跟谢霆锋 第一次分手了 分手之后 她认识了李亚鹏 李亚鹏快速了 就跟王妃求婚 王妃就决定二嫁了 这是她第二次婚姻 她就嫁给了李亚鹏 2005年 当时王妃有多少歌迷 你知道吗 天后耶 王妃的经纪人对外宣布 王妃从此无限期停工 你知道王妃的歌迷都要哭了 这样以后听不到天后的歌声了 也的确是 2005年她嫁了之后 她就怀孕了 也就怀了这个李云 怀孕 生小孩 带小孩 她就再也不肯付出了 你知道她的歌迷千呼万唤 王妃不为所动 多少钱 不要 多少钱的广告 拍广告 也 你知道她的歌迷千呼万唤 王妃不为所动 多少钱 不要 多少钱的广告 拍广告 也不要 她就是要在家带小孩 不过王妃后来还是付出了 你看人还是会变 我们来听一段她的歌声 虽然灰烬着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好惊人啊 她会付出价 高达台幣 而且是在2011年她跟李亚鹏离婚之后呢 当时她就规划她要付出了 可是她真正付出没有到2011 其实是后面2013到2014 为什么呢 因为对王妃她是天后又在天后 她是殿堂级的歌手 所以那个时候王妃要开演唱会这件事情 讨论了好多年 而且这么久都没有在舞台上了 其实观众朋友 你们刚刚看她跟陈奕迅的 那个《因为爱情》那首歌 是她在付出之前 她就到春晚去做了一个演唱 想要试试水温 可是有些歌迷是说 好怀念喔 王妃回来了 可是也有些歌迷觉得 那个手感不太一样了 音准有一点不在位子上 但没有关系 只要王妃能够回来 只要她永远唱下去 歌迷都要买单的 你知道她那时候一张票多少钱吗 多少钱 还比九千块 买不到 史上最高的九千 秒杀 秒杀 而且到处所有的歌迷都在问 去哪里买呀 一张票九千耶 所以如果没有买到票的观众朋友 我现在听一段也蛮不错的 天小的 天小的 既然说你乖了 你是我乖了 你乖都开了 你跳流着眼泪在银河 你是牛郎 我不能做之余 无限期停工这件事 有一个人也无限期停工 但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付出的声音 对 她是真的停工了 刘文正 她是在1984年的时候 她没有付出吗 没有 她在1984年 做完最后一档秀的时候 她就突然去了美国 她是在人生的最高点突然不见了 可是从1984到1985 台湾就不断地传出来刘文正 出车祸 盗赏 摔飞机 所有不好的事情就一直传一传 传到最后刘文正受不了了 她在1986年回到台湾 上了当时有台的一个节目叫周末派 那个是她的挥别作 她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活得很好 我没摔飞机 没有车祸 我只是不唱了 好 不过